哈喽大家好,我是卓麻 然后这一期视频里面呢 就是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双十一购物清单吧 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以及为什么每个视频里面都说我有点喘呢 是这样子,第一 我现在在一个非常高海拔的地区 第二就是因为我讲话太快了 我讲话太快了,在这边氧气很稀薄 所以我就很容易喘 第三就是我每个视频的片段 你可能看到的可能都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我中度会出现无数次 我就拿这个拿那个 所以我就很喘 差不多就是这些解释 好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各位,接下来就是我这辈子穿过的最舒服 最舒服最舒服的内裤 请你屏息凝视 当然我肯定是不会改给大家展示了 就是因为必战不应许 我倒是想了 我知道你也想看 因为关注我微博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前段时间我吐槽过那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的那个内裤嘛 我真的是惊了,我惊了 我这辈子没遇到这种情况 就穿一件内裤 你穿着穿着它竟然裂开了 就是我正走在大路上 我的内裤突然从中裂开 你懂吗? 而且它是从中间这样裂开的 然后我不是在那个微博上吐槽了吗 然后他们的那个客服就找到我 说,他们那个售后找到我 说,我们这边麻烦您需要把您裂开的这个内裤给我们寄回来 我就,哈?哈? 第一,我为什么会保留一条裂开的内裤 第二,我为什么要把我穿过的内裤寄给你 你们是不是对我涂抹不轨啊? anyway,就是我对内裤舒适度的要求特别高 毕竟就是那个地方也没有人来爱护 所以你就只能靠自己的 anyway,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今年一定会腿的内裤 以及我穿的最舒服的内裤就是胶内的 就是我身上这条想的美才不给你看呢 不过我之前拍过了它穿搭的那种照片嘛 然后我不知道笔展能不能让我放出来 我会尝试着放出来一下 如果你看不到这里有图片说明它不让我放啊 就真的很舒服 它的包装是这样子 然后我特意就是留了一条没有穿 就给大家做展示 所以我没有拿一条原位内裤给大家展示 这是一条新的啊,新的 首先就是因为胶内这个牌子 我真的很喜欢撒 如果大家有看过之前的视频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睡衣我每一期都会穿 anyway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内裤你知道吗 它的那个面料就是我无法用那个文字来形容 就是特别特别的软 这个内裤是新的哈,不要说我恶心 就那种像那种软糯的云朵 然后也像那个鸡蛋 你把那个鸡蛋煮好之后 撕下那个皮 那个皮是软的吗 可以拿来形容软吗 因为它的那个面料 面料 它用的是那个八十支莫代尔 你说对了真的是莫代尔 然后我的那个朋友真的很厉害 他那天就打了我屁股一下 他就猜出了我内裤的质迹下 不会是高材生哈 就是你就无数次 你就忍不住你要摸自己 你听 很有弹性有没有 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很多内裤就特别的夹臀 特别是在你穿很紧的牛仔裤的时候 你一站起来 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那扯那个内裤 你懂得撒 你懂得撒 就是很不舒服啊 大家都应该经历过 但是我穿这个内裤的话 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就它真的完全不夹 它很生气 就是你感觉你整个人一站起来 然后你的那个内裤就跟你的屁股一样 就这样贴上来了 就完全不会夹 就这一点真的就是 听懂掌声 听懂掌声 而且大家也知道他们家的标志就是那种 他们没有那种标签嘛 没有那种外挂的那种纸排排的那种标签 就是不会扎着你 然后也省去了你减掉的那个麻烦 然后还挺环保的 而且各位家人们 你们知道吗 就是内裤一定是要偿还的 你不能因为就是 这里就是无人问津 然后你就不换哈 一般情况下就是 你一般到了两三个月你就要换一次 哦 而且它这个很牛的就是 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那种经常忘记 内裤要多久换的人的话 你一定要入这套内裤 因为那天我竟然发现 收拾东西的时候收拾出来一条就是 感觉那个时候还在办2018年奥运会吧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买的那个内裤我还有 因为他这个特别屌的就是他 天哪就是他的这个标签 就是这个内裤的寿命指标 寿命指标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标签花掉了的话 就证明你要换内裤了 是不是很贴心 是不是很人心化 是不是很机智 请问一下这样子的想法是谁想出来了 就是这个产品研发部的这个朋友 这个团队啊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请你立马抠我 请你告诉我的下个男朋友在哪里 我觉得这招其实很适用 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心里 会有个这样的标签就好对不对 就是你的前男友啊 比如说你们分手了 然后他在这里心里就有个这样的标签 然后有天这个标签就慢慢的花掉 说明就是你该换男朋友了 说明你该换掉下一个了 多好这样的发明谁不想要啊 对对对 然后就是他们家还有新出的那个bra 然后我也有 我前段时间发自拍好多人问 我现在去换一下吧 就是这一件 它的这个颜色我当时挑了好久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 第一它很抬肤色 到底要给我呆着 我觉得它很抬肤色 第二就是我没有这个颜色的内衣 而且还挺喜欢的 而且它这个肩带完完全全的不雷 很舒服 然后无痕 就单穿我觉得就是 你完全可以拿去做运动啊 做瑜伽 或者是发自拍 但我今天就是一个荣华 荣华富贵 所以就是穿这个假雕 我自己觉得说这件bra 就是我穿到过的最轻最轻的这件bra 真的 你知道它有多轻吗 就是它就是像一片云一样 它完完全全的没有钢圈嘛 然后它也没有任何那种缝合的那种线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他们家内衣 给我一种就是把我的那个奶 就是两个小奶 就是往上拖的这种感觉 就是一下子 这种感觉 就很舒服很舒服 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讲到久了这部分的话 那就一定要在一个环境很优雅的地方 那我觉得我们所在的这个rooft top 就很好 几点晚上六点的太阳 那拉擦真的太美了 你可能很清楚我的尿性 就是双十一什么都可以不买 但是有一个东西一定会买 那就是人生太痛苦了 工作痛苦 爱情没有啊 只有酒可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 也没有必要说的这么直吧 因为俗话说的好吗 就是今天不喝酒明天变木头 有这句话吗 我说的 今天喝了酒 好运就上头 一点不顺他这个没想到 然后anyway 就是任何一家酒鬼的收藏店铺里面 都会有一家那个酒 就是你知道哪家店叫做酒 然后我上了上个视频 恩多哥Vlog里面我们喝的酒 我当时跟马亚史开的是这一瓶 当时庆祝我们两个赚了三千万 庆祝三千万 那这个我还没有喝 这个叫做冷冬花园 这个太好看 你看看你看看 清清 哇 sound of wine 而且他没有那个 没有那种一般的 你知道那种很甜的酒的话 他会有那种防腐剂的那种味道 就他还有水果的味道 他甜是甜的很单纯的那种甜 没有像家的那种东西那种甜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吃那个肉 而且你不觉得他这个大小就是很适合就是你这样拿着很漂亮 他这样设计就非常适合 就女生穿的比较fashion会酷一点 你去你朋友家去party的时候你可以带一瓶上面 就是他嘴巴里面感觉会有那种橙花 那种香的橙花在你层之间游走 然后他的那个回味 你觉得他回味有什么 香草然后一点点那种奶油 对 我就感觉就是你喝这个酒的话就是感觉 你穿了一条那种白色的那种裙子 然后你在那种森林里面走路 我就觉得人也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你想要喝一杯酒 就是在不同的场合比如像在这样 就是请问人生你有多少的时间就是你能跟你的朋友们一起看拉萨的夕阳呢 哦 对吧 我觉得就是人生有很多就是值得干杯的时刻 然后我觉得平凡的时刻也是非常值得干杯的 对啊就是说就是你除了跟朋友在一起的高光时刻很快乐的那种很让你害 就是其实落寞的时候孤独的时候你应该去享受 嗯 是吧 你自己的时光你应该去享受他就非常适合那种有一种冰冰的气质在那边 对 你看他真的好美 真的太美了 真的太美了 等等等我 哦 sorry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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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来喝一下这个粉猫吧 因为其实如果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我Vlog我会发现其实我的粉猫的话在我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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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个Vlog里面就已经出现过了 但是我就是跟麻省 是 干杯 瘦瘦 哇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哦 刚那个甜度的话它可能比如说是8 嗯 这个甜度的话应该就在6左右 嗯 就非常适合就是你不太不太喜欢太甜的 但是它有个很好的是吧 它有一种气泡有汽水的那种感觉 嗯 你整个牙齿上就会有那种滋滋的那种感觉 你喝起来嘴里有跳跃的那种 你喝起来嘴里有跳跃的那种 对是吧 然后就是我觉得它闻起来的话是有那种蜜桃的清香 你知道这种蜜桃的清香就是让你想起来那个感电影就是那个call me by your name 啊 就是很舒服 他们那个桃子 哎呀你不要加想啊 然后它的那个回味就是那种玫瑰橙花的那种 那种清新 就是怎么说就是很爽口 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味道就是在你的那个舌头里面这样 来回的这样跳味 就是那种感觉它掂起了小脚 写小脚的尖 然后像一个小鹿一样这样这样巴拉巴拉巴拉跳跃的这种味 那它还蛮适合它叫喵这个名字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名字很喜欢就喵 因为它整个味道跟它整个那种平身都是那种比较跳味 比较活泼比较清新然后的感觉 然后上次我跟我的几个朋友就是我们喝过他们这个国旧礼盒吗 就是这个我已经拆开了 好可爱啊这个 对对对对我跟另一个桌嘛然后还有跟两个就是美国男生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茶桃特别好喝 而且而且你比如说你喜欢一个男生你带他两个去告白 然后不同的味道 喝我可以尝一下你的吗 很生意的就交换了 对啊或者你可以 我只是喝一下酒而已 你可以直接尝他的嘴啊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这样 点太痛了点太痛了 我如果是我就会这样我可以上你的吗 我就 好喝好喝 好喝吧好喝 然后护肤瓶里面我今年会新加入购物清单的 是一个国传的牌子叫做三十 如果你有真正看我的视频或者是我的话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之前是有出现过的 很漂亮 我其实之前在上海好早好早的时候我就是有入过他们家 但是当时他们家的那个包装就是没有升级换代 所以我当时拿到的是旧的 然后这套是新的新的包装 然后他现在这个包装的话就是升级版 就这个现在就变成了这样压榜的 就比之前那种直接倒出来的要方便很多 就是说明他们其实是有看那种消费者的评价跟反馈的嘛 因为我当时立马对这个起到好感就是前段时间我去看布公看人刷墙 然后那天看了一天下来之后我的整个脸就直接就是发烫 就不仅仅是像那天长出这个晒头是整个脸就是发烫 我的这两坨就已经特别的痛就是镜头里面看不出来有点红 但是就很烫 而且是晒蒙了你知道吗 就在出租车上就是头一点昏 然后当时刚好就是手边就是刚好就是拿到这个 然后就立马用了 因为当时立马用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皮肤一下子平缓 所以当时的那个印象就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你知道就是那种第一印象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 所以我就觉得就它这款产品的功效来说的话 它其实算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套护肤瓶 因为我经常受到那个私信或者评论 就大家老让我推荐一些适合学生党的那些水乳嘛 然后我就觉得这套就真的就是挺适合的 Anyway大家以后可以看看成分表吧 一般写了一个多印这四个字的 它都是有一个就是煞好修复的作用 所以就是拉萨的姐妹们可以入手 以及拉萨的帅哥我真的不想说了 我在拉萨的时候看到好多帅哥他们都很帅 但是他们有一个点就是都一样就是他们都皮肤不好 他们都会长很多痘 然后我朋友有讲过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很多男的觉得说 就是擦防晒霜就很娘 I was like what 第一 娘是一个不好的词吗 那你很公呢 那公就是一个很包裔的词吗 第二 为什么擦防晒上去娘了 你保养好自己的皮肤 你做一个精致的男人 所以正在看视频的这位姐妹 请立马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三个你在拉萨的男性朋友 如果你都没有 那你就知道你为什么在上下 如果有那种优质的那种在人在拉萨那种帅哥的话 那就不劳烦姐妹们就是发过去了 你可以就是私信我们他的那些wechat账号或者别的账号 那我这边会亲自给他到一个叮咛啊一个主妇 所以他这个牌子它是含有那种2%的德国进口的一颗读音 因为我们之前做产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我们对这种成分其实是很coast的很co的 因为很多的精华它都只添加1%啊 所以它的这个修复的效果就挺好的嘛 然后他这一款精华乳的话就是一个成分叫做那个海茴香 就是那个贺莲娜的那个绿宝瓶和那个海蓝之米 海蓝之米里面都有添加添加的 能不能我们这种四川人你们有些品牌 能不能替我们四川人考虑一下 我真的发不出这个音 anyway我记得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成分是那个修力可的那个铜款 那个成分怎么读到来着 Lumis 然后这两个成分的话就是一个主打修复 然后一个主打抗氧 anyway所以这套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可以拿来做一个 这个消炎修复的作用 我不知道如果我跟大家讲一些成分类的大家会不会听 因为我其实也是自己有在学习嘛 因为之前工作的时候也接触到一点 我们公司有好多那种产品开发部的朋友 但我都是说我大概知道一些名词 然后我知道一些成分对应的作用 但是 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以后可以在每次出示篇时间我都可以先跟我一些做成分的那些前同事们聊一聊 然后看能不能跟大家讲的再具体一点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听 因为我总感觉大家看我的视频是来看段子 好像不是很喜欢听我讲成分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想听的话现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anyway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豆皮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饮食跟防晒 但饮食这方面呢 你吃的食物就要是那种低GI值的食物 哪些是高GI值低GI值你可以查一下 就比如说像奶茶或者是巧克力或者是乳制品 它都是高GI的食物 我为什么这个豆不仅是因为那天晒了 而且我觉得是因为我最近甜茶喝太多 拉萨的甜茶顾名思义特别的甜 就是这辈子我都没有吃过这么多甜的东西 还有就是防晒很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豆皮跟我一样有豆皮 然后你还经常找豆的话 请你注意就是硬防 不仅就是物理防晒 那么硬防晒也要注意 就是不仅仅是你要擦防晒霜 让你一些也要经常戴帽子 然后我在拉萨的时候就是被告知 就是要三个小时不涂一次防晒霜 我想说怪不得 以及大家如果买防晒霜的话 你要自己去查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防晒霜要不要卸的话 你就问一下那个客服 因为有个防晒霜它是需要卸的 对 百分之双11他们家那个活动力度挺大的 你需要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是我看来 目前我一直看来他们家就是做 那个什么 活动做的那个最大的一次 要不然就点明年咯 接下来就是我的品牌剧友小奥厅 然后就如大家所知 我也是小奥厅 然后藏区代言人 自封的自封的 anyway 然后就上次不是发了小奥厅 跟泡泡马菜联名的那个万花秋 然后反响非常非常的热烈 刚刚这次他们又给我寄了新的一箱 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So happy 我一般拆他们箱子前我都是不会打开包装 但是我那天确实是怎么说 就是因为它有个镜子 我确实没有镜子用啊 我就是觉得就拆开用了啊 你看它好好看啊 我必须给姐妹们看一看我最近买的那一件新的那个上衣 给大家看看有多分啊 可惜妹们你看 就是这一件 就是这一件了 哇 有没有拉拉链 这是当时为了 当时想要为那个万圣节做准备 但是我万圣节好像这衣服也没有到 而且这个跟万圣节不搭边 但是我就觉得它很辣 是不是有点辣 其实我今天没有怎么化妆 还是没有底妆嘛 就化了眉毛跟口红 这个长了个痘痛 那天晒的 如果你看过我上期视频 你就知道为什么长这个痘痘 如果你不知道 你赶紧给我回去看 我们俩一起来拆它们的这个散粉吧 我特别喜欢它们叫高光 先拆散粉好用 对对对你坐过来 啊我这睡衣 没有关系啦 我有关系我洁癖 好吧好吧 它不能坐 那你那你坐在我们包上吧 你的包也不见得有多干净啊 走 首先是我们两个先来拆它们这个散粉吧 不 对是他们拆这个散粉 因为这个散粉我不是你也有吗 对吧 散粉我也有高光也有 anyway它这个就是也是盲盒系列嘛 就是我们现在在拆之前 完全不知道它里面的包装是什么 而且我知道它有一个隐藏款叫做 专门说一下 我跟着昨马的护风 跟他跟了一下我现在皮肤好好素颜的 能到达这种程度 对你看在我的那个教导下 不化底妆了 嗯然后就是它有一个隐藏款 叫做时间bunny 然后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好那希望我们可以抽中 我从来没有买过盲盒 我都呼呼呼 步骤还没有完成 我去擦眼封了 你不跟我去拆吗 你拆呀你拆你拆你 我过来看吧 我要擦那眼封 我现在就去拆你快过来呀 马上呀我马上拿来了 那那那那我等你啊 我要跟你一起拆 我来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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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了拆了拆了 这什么这什么 我不感觉我好激动啊 啊好看 我已经看见了 你看见 哇这是什么 好可爱这是个什么 啊这是个泡泡马特的 这是个天使 好漂亮啊 哇而且我很喜欢的是它下面就完全变了颜色 你记得它原来不是这个颜色 它现在下面是那种粉色的 哇啦 然后这个上面的那个花纹也变成了粉色 它原来不是这样子 我有它的那个散粉 它原来是金色的顶 香槟色的那个 因为我现在都在用 这在我包包里 对对对 然后它是那个 还是原来那个瓷盒嘛 好看 它现在整个边缘就是有一点偏红 然后它现在这上面的那个 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标 标志也是红的 然后这个底盘也是变红的 哦哦 你看新的新的还没有拆 还没有拆 哇好看好看 喜欢 因为它的那个散粉 就真的是用很早很早 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从夏天 然后用到了冬天 我们就要反正你给我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了 对就是我们两个在拉萨 就是如果就是化完妆用的话 就是都不会干 就觉得特别的那种很 就很细粉 我是觉得它虽然是散粉 就是它除了有散粉的功效 我觉得它会有一个细腻毛孔的 因为你知道我长痘痘吧 就会有毛孔就很大 然后我用完这个之后 我会感觉皮肤 它就是没有很夸张 就是感觉抹了一层石灰 它就是你 它还依旧可以看到 但是它明显可以感觉到毛孔变很小 对而且我们两个都是那种混油皮 所以它就是那种 它可以那个什么 它可以把你的油吸掉 但是它不会那种拔干 对对 而且它那种是一上脸的话 就会变哑光 因为我就是那种一晒太阳的话 就会流汗的人 然后我一流了汗呢 我就会流油 我知道 你就是那一条一条的那个印子 对对对对 就会这样 它双十一到手价呢 就是120块 然后呢 你可以用跨电满简的炫 那么这么四手五入一下 各种转一下 它好像就是 不要钱 这个时候会数学的朋友就已经冲了 接下来再让我们拆一下它的这个高光 它这个高光你知道吗 这是我给你的那个 觉得他们家高光是我真的 出门必带 对 我给你的颜色就是那个香槟色 香槟色 这个也是那个香槟色 因为我自己的是那个电光蓝 就是懂了懂了 我觉得电光蓝是有点适合像你这种性格 稍微比较外放一点的 但是正常 你不要这么暴力 就拆了这么好看的盒子好不好 我 你现在我就喜欢暴力 你现在 因为我基本上是带它出门的 我不化妆的时候 皮肤会越暗嘛 然后我会戴上那个香槟色 打在那个膏 这个腮盒 额头 鼻子 然后还有下面一点点 整个人就七岁 就会显得你皮肤非常有光 所以我就基本上都会戴 这个就像我的散粉一样戴着 你喜欢就好 对我超喜欢这个 它中间的这个也是一个那个 好可爱的小人 头上是有个萝卜 它头上有个小萝卜 好可爱 不是吗 我是个小兔子 我有点散光 不好意思 然后它里面打开是这样子 好看好看 这个绝美啊 嗯 我我舍不得用 因为我想要就是 就是直接送给大家 能不能不要送给粉丝送给我啊 我已经送给您了 就是虽然现在露锁果的时间 哇你看你看 哦 好像新娘哦 我好喜欢这个香槟色系 对对对好喜欢 因为我我的意外太多 大家不要像我这么多 我真的太爱了 但正常人的话 可以在眼角这边摸一点 正创生 对没有低线 是怎样 然后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因为我现在就是脸中心这个部分 就已经有一点点那种油光了 咋有点油光了 给大家看一下 好你去吧 不错不错 瞄变牙光 嘿嘿 好 这个就是我们俩刚拆的它的那个遮瑕 我都不知道他们家 现在出产品出的好些都已经出到遮瑕了 然后还出到了 寂寞的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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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寂寞的地狗也是新的 然后我没有用 因为我现在没有睫毛夹 我下次会在其他的视频里面 就是跟大家介绍 毛巾 毛巾 毛巾请你告诉我 我的下一个男朋友在哪里 毛巾回答我说 你不要为难我 是怎样 你觉得自己很有才吗 不然呢 你觉得自己聪明完了吗 不然呢 然后以上呢 就是差不多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双十一的清单吧 其实我双十一还买了很多衣衣裤的秋衣秋裤 但是我那个很神奇 我秋衣秋裤 刚到一个星期秋衣失踪了 一次都没买 所以现在只能给大家看我这个秋裤 你看我这个秋裤 这个秋 这个袜子 这个秋裤就还好吧 就是那个什么发热的那个 我没觉得它在发热 它哪里发热 脑子发热了 别的就没了下 我的那个购物清单里面就这几个 完全没了 哦还有维生金啊 我每年都会买维生金啊 然后今年没有卖是为什么呢 我去年买的维生金 已经几年都还没有用完啊 所以差不多就是这些吧 anyway 谢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 你的双十一的清单 然后我也可以去看一下吧 大家互相 那啥 OK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晚安拜拜 我爱你 I love you and I will see you soon in my next one 谢谢大家